男主全力挥动手中的木剑 将绑在树上的一百把木剑全部轰飞 可是在所有人眼中 这只是最低级的招架技能 然而他却把这招苦练了14年 如今轻松一挥就能弹开一千把木剑 当把一个技能练到极致时 哪怕他是最低级的技能 也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的力量 奈何男主根本不自止 他凭着这一招 灭杀了令所有冒险者都闻风丧胆的牛头魔人 本来可以就此赢取百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的 然而搞笑的是 男主却以为自己连一头牛都打得这么费劲 只好干着镇上最脏最累的活 每天帮助领居家的老婆婆挑巴巴 是男主每天唯一的任务 可是你永远也想不到 这个社畜有多努力 挑完巴巴甚至还要跑去工地上给人搬砖 可就是这么努力的男人 却买不起一根79块的煤笔给自己的老妈 在男主小的时候 就肩负着照顾一家子的任务 因为自己没有本事 而母亲病重 父亲早就已经去世 导致整个家里面入不敷出 可是他依旧每天辛辛苦苦照顾着自己老妈 虽然日子过得清平 但是男主却过得很开心 看着每天像个小花猫的儿子 母亲特别的心疼 这是他最后一次帮助男主擦拭了脸上的灰尘 并让男主却按照自己的梦想去活着 本以为一切还是会平平淡淡的下去 但就在这天晚上 他熬完药水以后想端给自己母亲 却发现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呼吸 月光泛起了水面的波澜 也让这个年幼的孩子彻底失去了依靠 但是将母亲埋葬以后 他很快就止住了自己的泪水 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不能辜负母亲的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主依旧跟往常一样 每天耕地 捡鸡蛋 就算只有自己 家里也会打扫得整整齐齐 只不过做完这一切以后 看着面前空无一人的桌子 男主的心里面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难过 这天晚上 男主在收拾书架的时候 却不小心发现了一本红色的书籍 翻开这本书 男主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这本书在自己小的时候 父亲经常念给自己听 这里面讲的是冒险者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叫冒险者的职业 他们会抱团聚集在一起 跟同伴们一起击杀巨龙 并且跟老魔法师学习魔法 来解除森林中的诅咒 甚至能够从精灵王的手中 获得包治百病的灵药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困难 都会为了同伴挥舞手中的武器 年幼的男主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听了父亲的话 他还是忍不住向往冒险者的生活 看着书里面的故事 母亲的临终前的话语 回荡在他的耳边 于是为了成为冒险者 男主决定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小木屋 在离开前 他给家里的牲畜囤好了粮食 并祭拜了自己的父母 跟他们告别后 男主就毅然决然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只不过前方的位置 还是让他心里面格外紧张 在做了最后的思想工作以后 男主踏出了保护木屋的结界 这天晚上 听着外面不知道从何传来的诡异声音 男主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生怕招惹了什么恐怖的怪兽 第二天一早 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以后 一座宏伟壮观的城市 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面对这个年幼的小男孩 守卫没有检查就直接放他通行 当看见眼前这繁华的景象以后 男主瞬间感觉自己就是土包子进场 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路过一个腰配武器的大叔时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羡慕的眼神 在兜兜转转以后 男主来到了一个冒险工会 可是负责人大叔看见男主 这年纪轻轻的样子 让他赶紧离开 毕竟这里可不是 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该来的地方 男主解释自己是想要成为冒险者的 但是大叔觉得他年纪太小了 不适合这个职业 可是听到男主父母双亡 瞬间改变了主意 虽然说年纪太小 但是这个绅士简直就是天选之子 只不过看男主现在什么技能都没有 他给男主推荐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职业培训所 那里是专门培训冒险者的地方 只要是想在王国里面成为冒险者 就可以在那里进行职业的养成 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如果想成为冒险者 那就得先去学习几个技能再回来 男主瞬间就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站在培训所的门口 感觉打败巨龙 迎娶公主 走上人生巅峰就在眼前 只不过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男主的第一个技能训练就没有成功 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够让常见 附魔尚属于自己的属性 可是男主整整挥舞了几个月都没成功 就连负责训练的蓝毛叫关键了 都感觉没有希望了 整整几个月的时间 男主就学会了招架这个技能 他让男主去试试其他的职业 毕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男主第二站来到了战士培训所 但是结果不出意外 过了数个月的时间 男主只是肉体能力有了些许的提升 其他的地方没有一点进步 要是强行继续这个训练 迟早会没命的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主又接连去了猎人还有盗贼 以及魔法师的培训所 竟然没有一个适合男主 带着最后的希望 男主在这个冬天来到了医师的培训所 但是等到春天来临 他也就学会了最简单的治疗术 带着无尽的失落 男主默默地离开了培训所 他将自己的结果告诉了工会大叔 大叔人都傻了 在每个培训所都待了三个月 然后一个技能都没有学会 老弟你也是天才啊 这种概率比那些一学 就是满级的天才还稀缺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算大叔可怜他 也没办法让他加入工会 男主失落地回到家 虽然现实很残酷 可是这些挫折并没有磨灭他的决心 如果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那么自己就锻炼一百次一万次 他亲手雕刻了一把木箭 然后在树林里制作了简易的训练工具 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招架训练 终于在一年以后 男主所使出的招架 已经能够顺利挥出一道飓风 让绳子上的木棍全都飞起来 虽然没有学会新技能 但是这却让男主觉得格外自信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三年以后 男主终于可以一次性挥动一百根木棍 可还是没有新技能出来 直到十年以后 如今的男主已经变成了身材魁梧 长相帅气的小伙 只不过跟十年前一样的是 他还是没有学会新技能 只不过现在他的招架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只是轻轻一挥木箭 剑气就横扫九州数万里 所有木箭都纷纷在空中飞舞 如今的他 已经能够击飞一千把木箭了 他的梦想还没有结束 为了成为冒险者 男主最后告别了父母 然后再一次来到了冒险者公会 如今的前台已经变成了个黄发女孩 女孩看见男主资料表上面的技能信息 人都看傻了 反复确认真的就这些技能吗 隔壁家的二愣子都比这多呀 他以为男主没去过培训所 还想推荐一下 但是听到男主全都去过了 顿时哑口无言 道歉的话挂在嘴边 被男主拦了下来 这是一个大叔走了出来 赫然就是当年接待男主的那个大叔 都说女大十八遍 大叔第一眼还没认出男主来 得知男主这十四年都在进行锻炼 可是还是指挥招架 大叔都有点汗颜了 他告诉男主 按照冒险者的等级划分来说 最低的等级是一级 可是一级也必须要有一个实用技能 招架这个技能根本算不上 男主本来都有点绝望了 但是大叔却突然告诉他 在一级下面还有一个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等级 只不过这个等级不能接去讨伐佣金 可以说就是给乞讨的人准备的 大叔本以为男主会知难而退 谁知道男主竟然答应了下来 当得到属于自己的F级冒险者之招 男主开开心心地告别了大叔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开始接受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 不是搬东西 就是帮女孩找猫咪 当然最重要的招架训练还是不能忘记的 每一天男主都过得十分充实 只不过虽然成为了冒险者 能够帮助他人 可是男主却有点迷茫了 毕竟自己的天赋 只有这个样子 如果再奢求更多无异于吃人做梦 这天早上 他帮老婆婆清完下水道 在工地干完活以后 却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山洞 而且山洞里面还有求救的声音 男主没有犹豫直接就冲了过去 没想到在这个山洞里面 竟然有一头无比巨大的女 正在攻击一群士兵 这些士兵保护着他们中间的少女 其中一个队长一样的骑士 刚刚给其他人布置完任务 就被牛头怪一巴掌扇飞出去 直接拍在墙上生死不知 至于其他的士兵也是同样的下场 鲜血直接溅满了四周 眼看牛头怪就要对少女动手 男主毫不犹豫地捡起了武器 并利用投石技能吸引了牛头怪的注意 他本想让少女趁着这个时间逃跑 可是少女却无动于衷 眼看牛头怪就要打到自己 男主一个招架 直接挡住了对方的冲击 可是牛头怪皮糙肉厚 虽然男主能够勉强抵挡 但是根本没有攻击技能 无法打败对方 他本来想赶紧溜 一回头却发现少女还在原地 而且随着牛头怪的双眸变红 他直接放弃了攻击男主 手握武器就冲向了少女 然而下一秒 男主的身影却闪现到了少女面前 靠一个招架打败一只牛头怪 我只能称他为最强 可是因为没有击杀过魔兽 还以为自己打败的只是一头巨大的牛 觉得对付一头牛都这么困难 自己根本不配做冒险者 随后少女本想好好感谢男主 但是他却是直接潇洒离去 自从那场讨伐牛头怪的战役结束以后 公主乃至整个王国的骑士等人 都在寻找男主的身影 可是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像是一种传说 就算是王国排名第一的骑士长 也不相信牛头怪的出现 毕竟那可是栖息在迷宫最深处的 深渊级别的魔物 那种级别的魔物根本不是人类可以讨伐的 但是保护公主的侍卫长却信誓旦旦 表示绝对就是那个臭魔物 而且据说源头是来自一个魔法商人的戒指 根据魔圣欧肯的调查 这玩意根本没有在市场流通过 这下子一切来源都可以解释清楚 再加上按照欧肯的研究来看 这个戒指应该是来自魔道王国戴利达斯 这个王国可不是寻常的魔法大国 从几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对他们国家进行骚扰 现在召唤魔物的同时 还释放出结界来困住公主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开战 而且等魔物打败了 他们居然连消灭证据的打算都没有 这群人简直就是嚣张到了极点 虽然不想打仗 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会害怕 骑士长现在可不打算退缩 既然那些家伙都已经下定决心 要霸占我们国家的迷宫 那么就打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当然现在除了迷宫还有一点最重要 那就是打败了魔物的那个男人 毕竟男主可是这个王国 唯一一个拥有这种实力的人 可惜啊 男主对自己的实力不自知 在打败牛头怪以后就失踪了 就连王国的士兵都没办法追踪到他的行踪 骑士长都猛逼了 这家伙到底是有多强 怎么会连他们都找不到 殊不知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男人 此时已经出现在了冒险者工会的酒馆里面 大叔一看见男主来了 瞬间就严肃起来了 昨天可是有相当恐怖的魔物出现在迷宫的入口 你这个实力过去根本就是送死 男主根本啥也不知道 什么恐怖的魔物 自己昨天就遇到了一头牛 难道昨天那附近还有其他可怕的魔物吗 听到大叔的解释 男主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大事 毕竟昨天他只记得有一群神秘人在跟踪自己 不过很快就被甩开了 回去以后自己就跑去睡觉了 所谓的什么怪物 跟自己啥关系都没有 大叔当然也不会去胡思乱想 毕竟一个F级的冒险者 能够打败深渊的魔物 恐怕下辈子都做不到 自己在退休以前可是累级冒险者 那个时候的自己都不敢说百分百能做到 甚至碰上了那种级别的魔物 当场没命都算是运气好了 男主此刻还没有对魔物有特别的认知 除了那种可怕的大蜘蛛 牛这种玩意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多亏自己碰上的是牛 否则几条命都回不来了 此时的男主还没有意识到 就是自己打败的那个可怕的怪物 就在他跟大叔聊天的时候 一个戴着斗篷的少女 出现在男主的身后 当他摘下斗篷 底下那张脸赫然就是昨天救下的公主 只不过男主不知道他的身份 对于公主的突然到来还有点不知所措 大叔就不一样了 看见公主的脸瞬间就惊呆了 而公主这次外出 就是特地来寻找男主的 甚至还动用了远程魔法来寻找他的下落 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大叔在背后沉思 最后发现根本差不进化 再加上公主的语气也太谦卑了 他觉得自己就算是学习了六大职业的技能 在男主这种人物的面前 也只是斑门弄斧 男主都猛逼了 什么跟什么呀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 只会招架的废材冒险者 你别耍我呀 再加上身后的大叔已经彻底忍不住了 他想知道男主到底是干了什么 才会招惹这种背景的女孩 他没有将公主的身份告诉男主 而是警告他不要乱来 毕竟孤男寡女 到时候要是男主耐不住寂寞 自己根本就保不住他 男主见状也不宜有他 屁颠屁颠就跟着公主走了 因为有隐身魔法的保护 所以街上巡逻的士兵 根本看不见两人 等来到安静的地方以后 公主还特地跟男主道歉 紧接着感谢她的帮助 毕竟她的出手 等同于拯救了许多国民的生命 男主都傻了 要不要这么夸张 难道这世界没人会杀牛了吗 而且这么多技能的女孩 自己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吧 不过看公主这么激动的样子 那自己也只能勉为其难地 接受这个感谢了 但是公主的答谢可没这么简单 她表示自己的父亲 也想跟男主亲自道歉 可是男主傻也不用 公主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清心寡欲的人 难道你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吗 这种强硬的拒绝 把公主都整傻了 你别啊 你再这样我就要哭了 这下男主真的无语了 怎么还强硬地 让人接受礼物的 而且怎么不要礼物 还不走啊 她这个样子 直接让男主想起了小时候 自己坚持要进行训练的样子 她于心不忍 反正就是见一下家长 自己等等跑掉也没事吧 于是公主再次施展隐身魔法 把她带到了王宫外面 这下男主更吃惊了 你这妹子是地主家的呀 竟然有这么大的别墅 等走进去以后 两人才互相交换了名字 不过天天居住在深山里面的男主 根本不知道公主的姓氏 到底代表了什么 但是隐约还是可以猜到 这个妹子可能是哪个贵族家里的 不然大叔也不会那样子提示自己 就在男主思考的时候 一个金发的女骑士出现在他们面前 对于男主 他保持着十万分的警惕 可是当听到 男主就是在当时救下公主的勇士 女骑士的表情瞬间变了 这个男人难不成真的有这么强 而且随着他们前进 一个手握长枪的自信男堵在了半路 看见男主就拿起武器对准了他 很显然对男主没啥好印象 但是跟女骑士一样 当得知男主是那个恐怖的勇士 他瞬间就知道自己几经脊俩了 只不过嘴角那抹邪笑 代表他还是有点不服气呢 只不过为了公主跟国王的安全 他也跟着几人一起走进了大殿里 此时的骑士长还在跟国王商讨 关于其他国家的提议 因为迷宫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所以领国的国王要求 让他们将迷宫的所有权分给他们一半 这些国家对于王国来说 就是潜伏的威胁 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公主带着男主走了进来 看见男主身上的隐身长袍 骑士长差点吓傻了 你怎么敢偷偷跑出去 可是当公主解释自己出去找勇士以后 国王的表情又变了 看来这个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的小哥就是那个勇士了呀 本来还坐在王位上的国王直接就走了下来 虽然身后的女骑士和自信男都跪着 但是男主还是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 甚至表示自己不是啥贵族 所以你们的规矩对我可没有用哦 这种坦坦荡荡的态度 反而激起了国王的好感 随着两人握手致意 男主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 既然都已经接受人家的感谢了 那么就应该回家洗个澡睡觉了 谁知道国王还不肯罢休 表示绝对不能让恩人空手而归 不管是财富还是领土 你想要什么就说什么 果然是妇女 两人提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而男主的想法还是一样 你说啥我都不要 挖下水到这种生活让我很满足 国王还以为是男主的眼界太高 甚至要把迷宫里面一半的财宝给他 骑士长都傻了 我可是你亲儿子 你这样把财富拱手让人起码问我吧 男主也有点无奈了 我是真不要啊 现在到底该怎么拒绝啊 殊不知老国王看他这副大车大雾的样子 觉得有个更好的礼物可以送给他 他从自己的王座后面 取出了一把躯体通黑的长剑 表示要将这把武器送给男主 骑士长看了都傻眼了 没想到这把武器是老国王的贴身武器 当男主接过长刀 瞬间感觉自己的脚步沉重了不少 这种质感 这种感觉 绝对是很贵重的武器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自己绝对不能收下 但是国王却说这玩意是自己捡到的 你随便用 听对方都这么说了 男主也不装了 直接一个身体强化 随后拿着巨剑轻轻一挥 剑气横扫八万里 直接把在场的人给惊呆了 见男主这么可靠 国王直接把女儿给卖了 既然你这么强 那我的女儿就交给你训练了 男主还不知道对方的意思是什么 拿着武器准备离开王宫 在路上他研究了半天 终于知道这个巨剑适合用在哪里了 待よ この剑 ステランおばさんの家の速攻と同じくらいの幅なのでは これなら 動物再来の効率も上がるかもしれない 明日早速使ってみよう 就在这时 女騎士将男主带到了旁边的庭院里 趁着私下无人 竟然跪下来 为了之前对男主的无理态度 对男主道歉 而男主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你不是女仆 是这个国家的骑士长啊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而女騎士更是表示 既然男主拯救了公主的命 就等于把自己也拯救了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要求 随便跟自己提就好了 可是当男主跟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女騎士明显震惊了一下 ノール 但是他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而是默默退下了 男主本以为现在可以回家了 谁知道一转头 自信男又出现在后面 在路上他还一脸猛逼 说是切磋到底是切磋什么 可是路上对方就是不说这件事 直到跟吉尔伯特穿过长长的回廊后 两人一起来到了一个训练的竞技场里 而吉尔伯特带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跟男主打一场模拟战 要知道上一次跟其他人战斗 已经是培训所时代的事情了 随后吉尔伯特将自己的长枪 放在了武器架上 拿了个没有枪头的长棍 并让男主挑选一把自己顺手的武器 对于一直想变得更强的男主来说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比赛开始之前 男主的心里面还没什么底 毕竟自己只会招架这一个技能 还不知道能跟对方打到什么地步 只能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努力一下 而周围的群众也是对男主十分好奇 要知道吉尔伯特可是护卫队中最强的 能够跟他切磋的那也绝对不是一般人 他们都很好奇男主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吉尔伯特也没有客气 率先发动了攻击 可是他的每一次进攻 却都被男主给躲了过去 在躲闪的同时 男主还不忘在心里面 思考应对的方法 可惜男主不知道自己才是最强的外观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那就是对方的进攻速度也太慢了 其实是他太快了 而男主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实力太弱 根本没有资格让对方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于是就在吉尔伯特准备继续发动进攻的时候 男主直接喊了暂停 他觉得吉尔伯特没必要这样放水 毕竟这个级别的攻击自己还是可以应对的 吉尔伯特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还觉得问题真的出在自己这里 认为因为对手是人类的缘故 才导致自己在无意识中手下留情了 于是下一秒 吉尔伯特就摆出了认真的架势 以极快的速度捅向了男主 这次的速度比起之前可快太多了 男主的额头都不禁留下了一滴冷汗 只不过比起速度 他感觉对方在进攻的时候 全身上下露出的破绽也太多了 根本就是把破绽故意露出来要自己攻击一样 殊不知吉尔伯特的疑惑更大 他脸色越来越沉重 明明是自己引以为傲的攻击速度 如今却连男主的一根毛都碰不到 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百个想法 可偏偏就是没往正确的地方想 此时吉尔伯特已经被男主接二连三的躲避 给弄得十分烦躁 于是直接使出了一招自己自横扫 这时候男主还以为对方是在放水 于是示意他还能够再快一点 吉尔伯特也是彻底怒了 没想到自己被瞧不起了呢 就在男主以为自己的实力进步了许多的时候 吉尔伯特竟然直接使出了大招 谁都没想到男主竟然能躲过这一招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差点要嘎在那里了 等男主离开后 训练室的所有士兵也在讨论刚刚的决斗 只有吉尔伯特脸色阴沉地坐在角落里 自己的进攻没有打到男主 反而被躲过去 给了他极大的打击 他回想起了自己刚刚踏入武道的时候 那时候的他可是被称为天才的存在 从初到至今 就没有尝试过一次失败 他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锻炼和对决 让自己的实力达到了王都里的顶峰 可是实力位于顶端的那种孤独感 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兴趣 王都的大部分高手基本都被他打了个遍 现在的他就是孤独求败 而村子里的一个老人给他指了一条路 那就是加入王都的护卫队 因为现在王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 正在逐渐崩坏 所以很多强大的士兵都为了荣誉和财富 加入了护卫队 只要加入那个地方 肯定能找到一个像样的对手 于是在加入护卫队以后 吉尔伯特开始大量的狩猎魔物 并且一旦听到有强者出现在护卫队 就会主动去挑战 可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不论是谁 都撑不过他一招 这让吉尔伯特感到了无趣 就算是被赐予了枪圣的名声 他也感觉不到快乐 这让吉尔伯特的师父都对这个徒弟感到无奈 吉尔伯特现在要求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能够出现一些跟师父一样强的对手 不然这个世界就太无趣了 他本以为在自己年迈退休之前 说不定都等不到一个像样的对手 可如今男主却让他感到了兴趣 能够独自打败牛头怪 面对国王这种大人物 都能够坦然自若 绝对不是萧小之辈 先前战斗的时候 男主接二连三地让他加快速度 他才不得已放出了大招 要知道那一招可是专门给魔物使用的 用在人类的身上 绝对会砍下对方的向上人头 可偏偏就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大招 却被男主给轻易躲了过去 虽然是男主主动认输了 可是他知道 其实是自己输得体无完肤了 而他更是以为男主之所以没有出手 还主动认输 都是因为顾及自己在手下面前的尊严 果然男主的强大和想法 全靠敌人的想象 尤其是男主离开前的那句话 让他印象深刻 也是在男主离开后 他才发现 地上竟然出现了好几个军裂的深坑 这根本不是人类可以办到的事情 那种速度根本就是怪物 就在吉尔伯特以为找到自己真正的对手时 男主还在反思自己今天的战斗 本来还以为自己稍微有一点长进了 可没想到还是这么差劲 他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到底有多么的惊天动地 觉得自己这么勉强地躲过对方攻击 肯定是吉尔伯特在最后时刻放水了 不得不说两个人都很会为对方脑补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弱了 这一次如果不是吉尔伯特跟自己切磋 自己还认识不到实力的差距 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国王赐予他的那把剧剑 给男主带来了十分的便利 要是国王看见男主是这样用这把武器的 绝对会有想砍死男主的冲动 虽然每天帮人铲臭水沟的生活十分安稳 可是男主很多时间都是空闲的 因为煽动牛头怪的事情 导致现在搬砖的工作也没了 男主看着手里的剧剑 思考着能不能开创什么新业务 否则自己到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了 就在这时公主利用自己的追踪魔法找到了男主 没想到他这次来 竟然是想要成为男主的奴仆 男主人都傻了 你这么一个大人物做自己的奴仆 我怕是没命享受啊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公主 公主还想用言语打动男主 可没想到对方是油言不尽 这让公主以为是自己没有资格 跟随在男主的身边 于是决定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说着他就拿出了魔法棒 然后展示了一波自己刚刚学会的高阶魔法 这相当酷炫的冰火两重天 直接给男主看傻了 你有这实力还给我做什么仆从啊 而公主的表演还没结束 随后又拿出了自己的小刀 展示了一波盗贼戏的技能 只见他拿着武器在空中轻轻挥舞 下一秒 身后的大树就被拦腰斩断 这还没完 公主又拿出了一把光剑 直接将男主身后的大树给劈成了两半 眼看公主还要继续 男主连忙喊停 他猜测公主肯定把他误解 为了一个很强的高手 于是表示自己没什么好教导他的 而公主还在努力地推荐自己 对方的倔强让男主彻底无语了 为了让公主打消这个念头 他直接展示了一招威火术 可公主看见后 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更加震惊了 回去的路上 公主想起了在王兜中流传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 在那么年幼的时候 就参加了王都培训所的六大技能训练 本来公主还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故事 因为那种级别的特训 就算是一个成年冒险者 在经历了三天以后都会叫苦连天 更别说每一个技能都持续三个月了 直到现在遇见了男主 他感觉这个传说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曾经他在跟魔法老师学习的时候 魔法老师也曾经使出过威火术 他手中的火苗能够达到狮子大小 要知道对方可是王都的第一魔法师 可是刚刚 男主所施展的威火术 竟然比一个拳头还大 而且对方还表示 他的其他五个技能也跟威火术差不多等级 这哪里是没东西教自己 根本就是强的离谱了 公主认为男主的实力已然达到了巅峰 而自己刚刚还在他面前搬门弄斧 完全是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了 对方那么强 还在为了人们努力的工作 这才是一个强者真正的样子 他的未来可是要跟自己兄长 共同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他决定了 自己一定要以男主为目标而努力 到了晚上 男主刚刚从饭店出来 就遇到了找上门的公主 他表示自己在有资格成为男主弟子之前 将会一直跟随在男主的身边 王子怎么也无法理解 自己的国王父亲为什么要将那把巨剑 交给平平无奇的男主 要知道那把巨剑的来历非同一般 是国王在年轻的时候 跟王国中的六圣潜入不归迷宫时 耗费了数年 更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生死之战 才得到了宝贝 而且他的材质不同于世间任何的钢材 根本无法催炼 所以又被称作不坏之剑 最重要的是 这把不坏之剑明明无法认为破坏 那么剑柄上那些伤痕累累的凹陷 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把剑的研究价值远远高于用来战斗的价值 所以王子很不理解父亲的想法 他只能猜测这是父亲的一场赌注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一种不安所笼罩 所以想要破开这个局面 男主或许是最好的人选 可以说 他们已经将男主当作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最大王牌 此时的男主还不知道 自己莫名其妙就背负了这么大的重担 还在跟公主吃饭 因为现在是身为冒险者的缘故 所以公主可以不带守卫 也不用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随便行动 而且他现在张口闭口就是喊男主老师 让男主十分无奈 毕竟自己根本就不是那么厉害的角色 可偏偏越想要解释清楚 事情就变得越复杂 现在他也已经彻底摆烂了 既然公主要跟就跟着吧 他决定让公主跟自己一段时间 等时间长了 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废材了 到了冒险者公会以后 会长看见男主跟着公主在一块 显得无比惊讶 他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男主也很难解释 见状会长也不想继续八卦下去 反正你把公主拐跑了 国王都不说什么 自己也不应该去过问 他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扯上什么麻烦 当听到男主这次想接受两人的委托后 会长查看了一下任务列表 按照公主的等级来看 他们可以接去讨伐哥布林的任务 男主都惊呆了 什么玩意 自己这个最垃圾的小菜鸟 真的有资格去跟哥布林战斗吗 他对自己的实力真的是毫无自知之明 见男主那么惊讶 会长也是解释 本来公主是迎级 他们也应该可以接取迎级的任务 只不过男主这个实力太差劲了 万一变成了绊脚石 那就很危险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把任务给降一降 男主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 自己能够接取打怪的任务 就已经求之不得了 不过这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 这不全都是沾了公主的光吗 明明刚刚还想赶走对方来着 现在又得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的小心思吗 他扭过头看着公主 却发现对方也在直勾勾盯着自己 还以为自己已经被公主给看穿了 担心他不会愿意 跟自己这么没用的人组队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主自己的脑补 见公主问自己发生了什么 男主也是时常 表示真的没关系吗 毕竟这次的任务 说不定得全部依靠他来战斗 公主可没想这么多 不就是打打哥布林吗 这种级别的魔物还需要自己老实出手 不是开玩笑呢吗 这话越说男主越觉得不得进 自己竟然得依靠这么年幼的少女 简直太不是东西了 难道这就是软饭硬吃的感觉吗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也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随后他拿起不坏之键 气势汹汹的就走了出去 都忘记听会长讲任务的地点和细节了 随后会长告诉他们 讨伐哥布林的地点在魔兽森林 想要证明讨伐了多少 就得带回哥布林的耳朵 如果漏了的话就不算数 于是带着满心的期待 两人来到了魔兽森林之中 这还是男主第一次来这里 不得不说有魔物生存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树木都比他以往去过的森林要巨大 在路上男主问起了公主 哥布林是种什么样的魔物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公主愣住了一下 随即老老实实地解释了起来 所以王国会定时讨伐哥布林 控制他们的数量 但是并不能全部消灭 因为哥布林对于森林的多样性也是十分重要的 加上他们是新手冒险者特训的重要魔物 所以不但没有遭到胆尽杀绝 反而被好好地保护了起来 只不过让两人有点犯难的是 他们走了好一回 居然没有发现一只哥布林的踪影 而且随着两人逐渐深入 森林中的雾气就越来越浓郁 但好在公主终于感知到了不远处 存在着的魔物气息 两人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可是让公主奇怪的是 魔物的气息突然就消失了 男主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猜测魔物既然也有生命 那会不会是因为疾病啥的自己挂了 虽然确实有这个可能 不过他们还是决定往前面仔细查看一下 等到达目的地以后 公主发现这里还真的什么都没有 可下一秒 男主却感觉到了一股不祥的气息 紧接着在迷雾之中 一个被分尸的哥布林尸体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公主立刻意识到对方决定是使用了隐身魔法 在解除了魔法以后 一头无比巨大的哥布林出现在两人面前 这玩意十八块腹肌 胸肌跟石头一样 额头还镶嵌着一个红色的宝石 没想到男主他们的运气这么好 第一次讨伐哥布林 竟然就遇到了哥布林皇帝 男主也是猛逼了 不是说很弱小吗 怎么看着这么强的样子 跟传闻一点也不一样啊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奇怪 毕竟对方的身上 的的确确就是哥布林才有的特征 伴随着哥布林皇帝的怒吼 四周更是刮起了大风 男主现在更猛逼了 没想到新手冒险者竟然都是拿着玩意练手的 再看向公主 他现在已经是呆在原地不敢动了 因为他知道 这玩意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哥布林 要知道哥布林皇帝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魔物 而且这一只一看就可以通过吞噬同类来吸收魔力 男主并不知道他的想法 还觉得公主这个反应很正常 毕竟他的实战经验不多 会害怕也是理所应当的 他紧紧凭借自己的脑补 就把所有冒险者的强度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为了让公主振作起来 男主还特地鼓励他 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哥布林罢了 公主此时也开始脑补了起来 觉得男主肯定是因为感应到他的存在 才过来的 甚至觉得男主在接受委托时的那份喜悦 是为了秘密排除危机所演的一场戏 这下好了 两个人一个比一个会脑补 公主更是信心十足 毕竟这么强的外挂就在旁边 还怕什么哥布林皇帝 下一秒 哥布林皇帝就手持两颗巨树冲向了男主 虽然他的攻凶猛有力 但是男主的招架也已经是炉火纯青 对方的每一次进攻 都被男主轻轻松松抵挡住了 在哥布林皇帝行动延缓下来的同时 公主也在后面配合着使出了魔法 但敌人的行动无比敏捷 竟然将公主的魔法给全部躲过去 而且他还知道近战不起作用 就使用远程攻击 将四周的大树一个个连根打起 跟丢千球一样砸向了他们 先前所受的伤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过来 公主都看傻眼了 就算是哥布林皇帝也不带这么强的吧 再通过观察 他发现这家伙的力量来源 应该就是额头的那颗红色宝石 虽然他第一时间告诉了男主 可是现在男主的体力也已经消耗了不少 加上哥布林皇帝再次发动了攻击 而且这一次丢出的大树更是之前的几倍 眼看情况紧急 这时候公主出手了 虽然说这一招很强 但是哥布林皇帝身上的伤 却在两秒半的时间里 瞬间就全部恢复 这下公主终于可以确定了 这家伙的力量源头就是宝石 如果不把宝石打掉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破开哥布林皇帝的防御 自己的魔力还会先被耗尽 就在公主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男主却突然让他朝自己身后发出刚刚的绝招 他要利用手中的不坏之键 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哥布林皇帝的面前 说干就干 随着公主使出风暴破 男主的身体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哥布林皇帝冲去 这一招三十年的功力 就算是哥布林皇帝也抵挡不住 额头的魔石更是飞出来 落在了公主的手上 刚刚的进攻已经耗费了男主大量的体力 于是他把最后的收尾留给了公主 伴随着哥布林皇帝的躯体熊熊燃烧 这场危机终于被解决了 而男主也下定决心 短时间内自己绝对不要再来讨伐哥布林了 一定要再回去多锻炼锻炼 与此同时 王子也拿到了公主带回来的魔石 他猜到幕后黑手八成就是邪恶的魔导皇国 而这个魔石是叫皇国的宝贝 恶魔地心脏 并且按照公主带回来的信息 哥布林皇帝有可能是几天前就已经藏在森林里了 这个消息让王子更加心惊 毕竟敌人能将这个庞然大物运到魔寿森林里 背后绝对还有什么秘密 然而此时讨伐了哥布林皇帝的主力 还在公会里面跟会长交接任务 对于男主能够成功讨伐哥布林 会长还是很满意的 还不忘了调侃一波男主 问他是不是都是公主在干活 你在旁边摸鱼 当然男主也是实诚 毕竟最后就是公主打倒的哥布林皇帝 这个男主只是打死了一只哥布林 就让王子发现了关于国家的重大危险 在仔细研究了男主他们带回的红色宝石后 通过调查 王子发现王国里面出现了大量奇怪的案件 而且地点都极其接近 如果跟魔兽森林里的情况类似的话 就代表敌人的魔掌早就已经渗透进国家内部 大事不妙 他立刻下达命令 派出了探查隐蔽和消除隐蔽的魔法师 然后传唤了六大圣人 他要在国家出现巨大危机之前 做好一切措施 虽然手底下的人都按照吩咐下去了 可王子的心里越想越慌 因为除了迷宫的资源 不然魔倒皇国的人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这么做的目的 但是这样做 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 迟早整个王国都会毁在他们手上 男主还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带着公主正在路边摊路窜 虽然上次打哥布林没有把耳朵带回来 但好在会长是个好人 为了庆祝男主第一次执行冒险委托 魄力给了他酬劳 毕竟就算是打死了哥布林 也拿不了多少钱 这就算是他对男主的一点鼓励 男主还没有想到其他原因 王子就找到了他 这次来不是特地接自己老妹回家的 而是来找男主的 他希望明天一早 男主可以和公主一起前往山岳地带的城镇 虽然很突然 但是他会准备好马车和护卫 只不过原因他不能相告 单纯的男主还没有想到其他原因 还以为是让自己去送货的 这种送上门的委托 不去白不去 而且会长还给他谈了特别不错的价格 简直就是送钱上门 随后王子告诉男主 他们将在第二天 乘坐马车抵达位于王国西北方的山岳地带 然后在那里停留一阵子 在那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 就继续前进 朝着神圣叫皇国出发 而男主只要跟着去就行了 就当做是旅游 第二天一早他就嘻嘻哈哈踏上了旅途 不过钱其实是一个小原因 作为一个从山里面出来的孩子 这辈子还没有坐过马车 也没有见识过更远的风景 这次要是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去其他国家看看 对比男主的好心情 公主倒是表现得忧心忡忡 都没有心情去看窗外的风景 他很抱歉自己的老哥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男主可无所谓 毕竟钱都收了 上次在哥布林的事情自己还欠一份人情 公主知道自己的哥哥突然这么做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但是他又不知道背后的真相 可是他能确定一点 那就是国家肯定遇到了什么危险 否则自己的哥哥不会让他去叫皇国的 现在只能祈祷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不然的话 哥哥也不会派出女骑士保护自己 而且在临出发前 王子给他下达了一条紧急命令 无论如何 都得保证公主的安全 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公主 就是担心他在知道以后 会倔强地留下来 身为哥哥 他不允许妹妹受到任何危险 这无异于临终脱孤 在前进了一段距离以后 三人在一处小河边停了下来 女骑士很抱歉把男主卷入这件事 对于这莫名其妙的道歉 男主也是有点猛逼 还以为是害怕自己遇到什么危险 他让女骑士放心 别的不说 自己逃跑还是有一手的 见男主这么天真的样子 女骑士让他不必担心 因为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还有盾可以使用 这是女骑士的秘密武器 他手伸出来以后 一面绿色的光之盾就出现在了男主面前 这个光之盾的防御力堪称一绝 可以说是整个王国最强的 能够阻隔大部分的攻击 看见这个 男主突然想起了吉尔伯特 他也多多少少听说了对方的故事 知道吉尔伯特曾经亲手打败过龙 而女骑士的实力跟他差不多 也就是说两人都是王国的绝对高手 跟自己这种对付一只哥布林 就煞费苦心的菜籍来说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看着他收起光之盾 男主不禁感叹这真是个有用的技能 这也让女骑士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他是个孤儿 在孤儿院开始就注意到了 自己这不可思议的力量 曾经因为一次意外 不小心伤害了一起玩的伙伴 那天开始 他就被六大圣人给注意到了 当展示出这份力量以后 魔法圣人都赞叹这是上天给予他的恩宠 因为这个力量能够成为斩断他人的利润 也可以成为坚不可摧的盾牌 只要运用得当 就可以轻易毁掉一个国家 小小的女骑士还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代表什么 只是从那天开始 盾圣就收养了他 并开始对他进行特训 虽然对于力量的掌控越来越精进 可是因为小时候不小心伤害到了自己的伙伴 所以他很害怕再次误伤别人 总是有意无意地跟别人保持距离 并且变得冷漠无情 本来以为这种情绪不会被打破 可直到听见男主的名字 他的思绪开始变得凌乱起来 因为他以前跟随盾圣的时候 经常听到他口中 提到男主的名字 这个名字一次一次被顿圣提起 让女骑士的心中萌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感情 那就是嫉妒 他嫉妒男主被顿圣如此重视 更别提后来亲眼见到男主 这让他的内心再次被这种情绪所干扰 此时的男主还不知道他的想法 眼神一直注意着窗外 这时他发现外面的稻田里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道十分明显的分割线 而且那道分割线还在朝着前方匀速前进 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分割线 而是有一团十分诡异的黑雾在其中蔓延 锁过之处寸草不生 公主立刻施展了消除隐藏的魔法 伴随着蓝光闪过 麦田卫智的结界应声破碎 一个长着翅膀的黑色大青蛙 正盘踞在其中 与此同时 亡国之中已然是硝烟四起 战争已经开始了 每个地方都出现了大量魔物 虽然士兵们都已经紧急赶往现场 可是人数根本不足以对付那些魔物 王子立刻下令派遣待命中的 建设军团封锁道路 然后引导民众逃离 并且调派正在负责巡逻的隐秘军团 以及猎人军团 加入战场 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市民们的安全 国王没想到 当初那个老毒子放下的狠话 竟然真的成真了 只不过是为了迷宫的资源 居然就要发动战争 而且看样子 这场战争仅仅只是个开端 好在王国中的六胜全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如今各个区域都出现了魔物 他们只能分散在各地 对魔物展开逐个击破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 虽然这些魔物对于他们而言 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主力被分散开来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王子现在最担心的 还是自己老妹的安全问题了 他还不知道 自己老妹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人物 因为在那头大青蛙的身旁 有一个失魂落魄的白发少年 伴随着结界被破开 少年这才看见自己身后 竟然有只大青蛙 还来不及反应 他就被一个横扫给击飞出去 女骑士瞬间惊呆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魔物 这可是号称黑死龙的强大魔物 根本不是这个地方会存在的 然而男主可不管这些 拿着武器就飞了出去 跟黑死龙展开了战斗 在一旁观察的女骑士 注意到了那个少年 他看得出来 那个少年不是突然出现的 而是一直在黑死龙的旁边 在结界破碎以后才现身的 听他这么一说 公主瞬间知晓了少年的身份 那是一个名叫魔族的种族 这个种族虽然外表跟人类相似 但是比起人类更接近于魔物 在两百年前 曾经有记录表示 魔族曾经操纵着魔物 把教皇国逼到兵临毁灭的程度 因此被人类赶尽杀绝 现在看来 魔族的后裔还存在这个世上 两人都猜测 这个黑死龙是少年带来的 并且抱着明确的意图 准备把黑死龙带到王国 肯定是因为结界破碎导致到心不稳 所以让黑死龙脱离了精神控制 在女骑士看来 根本没必要去救那种人 男主的这种见义勇为的做法 简直就是愚蠢 然而男主可不在乎这些 他听不到女骑士的话 只想尽自己努力去帮助少年 公主本想上去帮忙 但是却被女骑士拦了下来 他的任务是保护公主 所以不能让他去冒险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黑死龙的可怕之处 还没展示出来 男主本以为这个大青蛙动作又慢 攻击也不高 只要撑到女骑士和公主来帮忙就好了 谁知道下一秒 先生 这家伙居然是魔法攻击 这些农坛里面有剧毒 这就是女骑士阻止她的原因 被剧毒缠身的男主 就连站起来都已经是奢求了 看见自己师父这样子 公主还想上去 然而女骑士绝对不允许公主出现危险 直接利用光之盾将她关在里面 再说了 被这种剧毒给攻击到 男主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才对 根本没必要再上去了 即使如此 公主还是想要尝试做点什么 奈何她的净化魔法根本毫无作用 虽然女骑士也很内疚 但是她觉得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不过下一秒 伴随着瘴气散去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 顿圣说的那句话她终于明白了 因为男主此时还在强撑着身体在战斗 这就是他跟男主无法相比的地方 男主哪怕是牺牲生命也要去守护别人 这就是最强的顿 这个男孩的身世到底有多悲惨 从出生就被当作奴隶培养 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天生就被称作诅咒之子 奴役他们的大叔每天只给他们吃猪食 甚至男孩只是因为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就要遭到无止境的暴打 然而那种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打自己 对方的拳头就会变得更加用力 以至于打到最后 男孩的整张脸都变了样子 之后的整整三天 他只能喝水什么食物都不能吃 到最后更是被当作商品被放出去关上 可因为诅咒之力的原因 让他天生拥有可以看穿别人内心的想法 城镇上的居民看见有魔族被关在笼子里 内心全都是谩骂和憎恨 觉得当年魔族入侵全都是男孩的错 他的出现肯定是为了消灭人类 在这种情绪下 他们拿着东西就朝男孩的脸上丢去 能够读取内心的这件事被发现以后 男孩所受到的对待变得更加残暴 那些人开始了无休止的辱骂 言语上的伤害让男孩无法接受 可是不管他们对自己有多过分 男孩从未想过反抗或者还手 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没有产生过 虽然很讨厌被人厌恶或者辱骂 但是他不想看见有人跟自己有同样的遭遇 也不想再看见鲜血从别人身上流下 如果有错 他甘愿独自承担 但是就在男孩放弃活下去的希望时 奴隶主却找上了他 让他带着黑死龙一起行动 前往一个城镇上 并且保证 这么做不仅能给他无上的荣耀 还能够获得数不尽的食物 最重要的是 今后也不会再动手打他 会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 但是如果拒绝 那么往后的日子会变得更加可怕 男孩不知道带着黑死龙去城镇究竟会发生什么 因为奴隶主身上佩戴着魔导道具 所以他也读不到对方的想法 可按照之前对方的表现来看 应该不会骗人 一想到没用的自己有一天也能发挥作用 男孩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所以他带着黑死龙上路了 一路上他都想着奴隶主的话 可没想到半路结界却破了 精神操控解除了 他还没来得及重新启动控制 就被黑死龙一个扫尾击飞 在这种临死的时刻 他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件事 竟然还是自己会拖累其他的同类 但一想到自己这悲惨的一生 终于可以得到终结 他就有一种洒脱的感觉 看着缓缓靠近的黑死龙 回想自己的一生 没有帮助任何人 可也没有伤害过谁 死在这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赐 如果能够转世的话 他只希望自己不会天天挨打 能够帮到别人的忙 而最后的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吃到所谓美味的食物 这就是他这一生 最简单的追求 就在他坦然赴死的时候 男主出现了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救自己 可看着他跟黑死龙打得有来有回 他就觉得好厉害 在面对黑死龙的瘴气时 男主不仅给自己治疗 还给男孩附加了治疗效果 这也让男孩免于瘴气的伤害 可是这也让男主终究 没有抵挡住黑死龙的进攻 就在倒下的那一刻 男主的出血量却奇迹般的减少了 因为他的身体 拥有着一个如外挂一般的能力 多年前男主从王都培训所回来以后 某次晚餐的时候 因为没有认清食物 意外服用了一种毒药 当年晚上他就口涂鲜血 如果不是使用了微量治疗 差点当晚就死在自己家里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鲜血从屋子里一直蔓延到外面 男主用水冲了好一会才缓了过来 翻阅书籍才发现 原来昨天晚上吃的红色植物 是一种名叫灭龙草的有毒植物 明明自己身体还很虚弱 可是他却还是撑着身体去进行训练 途中又运用了一次微量治疗 等到醒过来以后 才彻底恢复了正常 可是这时候自己肚子又饿了 跑出去采集植物的时候 又被毒蛇给咬了一口 这一次出人意料地是自己没有受伤 抱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想法 他把毒蛇带回去烤了吃 发现味道意外的美味 后来他就开始了坐死之路 主动开始寻找有毒的生物 让他们来咬自己 久而久之 男主的身上出现了毒性的抗体 这也被他当成了发现新技能的契机 虽然中途他还是坐死去尝试了灭龙草 但好在身体的抗性已经抵达了巅峰 只是睡了一会就没事了 现在的他可以堪称为毒王 就算是毒药也照吃不误 而且他还发现 有毒的东西味道似乎很不错 这也就代表 眼前这个黑死龙 应该也很美味 看着男主坐起来 公主万分担心 但是现在的担心已经是多余的了 因为男主已经恢复了正常 在排出最后一点鲜血以后 他就好像正常人一样 开始跟黑死龙展开了对抗 身后的男孩都看待了 居然单独跟这么可怕的魔物战斗 而且看起来还占据了上风 而黑死龙被这么一顿殴打 内心的愤怒也已经抵达了巅峰 朝着天空开始疯狂吸气 肚子也开始剧烈膨胀起来 看起来应该是要发动最后的攻击 但是这一招对男主来说 根本没用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黑死龙直接爆炸 化作了残骸 这么一只恐怖的魔物 就这样被轻轻松松解决了 男主没想到城镇外面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青蛙 这时候还在想着青蛙美不美味 他想起身后的男孩 得知黑死龙是男孩带来这里的 还要带去城镇 他心里面顿时一惊 这么巨大的青蛙竟然要带去城镇 那如此大费周章 也就是说 男主的气派思想再次出现了 他已经强行给这件事做了解释 那就是男孩为了把新鲜食材运到城镇 为了不应期恐慌 所以一开始才用隐蔽魔法隐藏了行踪 如果是要带到大城市去的话 那里的厨师应该有处理毒素的办法 而且那只青蛙说不定是男孩精心培育的宝贝 他觉得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 当即就鞠躬道歉 就算自己现在没什么钱 也会想办法赔偿的 男孩都惊呆了 怎么还有人要主动送钱的 他赶紧摆手拒绝 男主很好奇 他是怎么把这么大的青蛙带来的 得知男孩竟然拥有操控魔物的能力 顿时惊呆了 这么小的孩子拥有这个能力 而且当听到这是天生的力量 男主的世界观瞬间被刷新了 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才能 看男主好像什么都不懂 男孩颤颤巍巍说出了自己是魔族的事情 然而男主根本没读过啥书 听成了魔族 得知魔族竟然拥有这个力量 一副很羡慕的样子 毕竟自己不止一次想过这个能力 如果能够操控动物的话 就能够让他们帮忙了 男孩也很好奇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害怕自己 也不讨厌自己的人 天下之大无其不有 男主可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在他看来 这可是能够帮助很多人的能力 这句话让男孩的内心 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还是第一次 听到别人夸赞自己 说自己能够被别人所需要 望着男孩痛哭的样子 明明拥有超乎常人的天赋 却如此看清自己 他摸了摸男孩的头 这时公主和女骑士 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见男主身上毫发无损都惊呆了 那可是能够侵蚀大地的究极毒素 直接受到那种攻击 竟然能够平安无事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男主用了圣器 所谓的圣器 一种将肉体修炼到 圣人境界所发出的净化之力 再脱离常规的修行才能够达成 要知道王国里的医生 可是修炼了四十多年 没想到男主这么年轻 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男主不知道公主又自行脑补了 推出男孩 让他给对方检查一下 公主在仔细观察了对方后 发现这个男孩 真的是魔族的小孩 而男主则打算 带着男孩一起离开 这个想法让公主和女骑士 都很惊讶 再三确认男主 是否要真的这么做 可男主哪里知道这么多 觉得自己破坏了对方的任务 那么总得帮人家一下 然而这话听到公主 两人耳朵里可就不一样了 这个男孩果然是个危险分子 但当问到指挥男孩的人是谁时 男孩却一问三不知 作为最卑微的奴隶 他根本没有资格 去知道对方的名字 看着男孩胆怯的眼神 女骑士也猜到了 对方是奴隶这件事 因为在来到麦田之前 男孩的眼睛都是被遮着的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 以前的城镇在哪里 也就是说他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文言公主感觉自己 简直太愚蠢了 父亲曾经告诉自己 不要被传言给迷惑了真相 从一开始 他并不知道男孩的身份和遭遇 下意识就将他是做了坏人 气量简直狭小地让人气愤 男孩告诉男主 自己的名字叫做洛洛 紧接着公主 也让女骑士带着洛洛一起离开 然而这已经不是 带不带走的问题了 要知道教皇国 绝对不允许魔族进入 如果半路放走洛洛的话 他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 单独活下去的 就在三人思考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蒙眼男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干掉了 一只超级毒青蛙 居然又来了一个 要刺杀洛洛的蒙面男 对方一出来 就是一副十分逼涕的样子 骚包地舔了舔舌头 还询问黑死龙 是不是就是这次的货物 他的问题让男主 还以为对方 就是委托送货的雇主 得知对方只是雇主请来的 男主十分不好意思 可蒙面男却毫无所谓 不管是谁搞砸了 要送的货物 都跟他没有关系 这一次他来这里 只不过是为了带走洛洛 男主还以为 对方是洛洛的家人 起初有点高兴 可听到对方 要带洛洛回去换钱 脸色稍稍凝重了起来 下一秒 对方就突然发动了袭击 蒙面男也是一愣 没想到男主 竟然能挡住自己的攻击 既然强取不行 他竟然还跳到机米开外 客客气气问 男主能不能把洛洛给自己 只要是那家伙的尸体就可以 说完他就冲了上去 男主下意识招架 他听得清清楚楚 对方口中所说的尸体两个字 他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蒙面男一边无比兴奋地进攻 一边解释自己这是一种职业操守 毕竟带回去以后 雇主还是要把洛洛干掉 与其如此 自己不如贴心一点 提前在这里解决了 给雇主省事 这话听的男主是越来越猛逼 可蒙面男可不管这些 公主在远处都看傻了 这两个人的速度 已经快到肉眼看不清楚了 蒙面男算是看出男主的不简单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 既然男主一直阻止自己 那么就先干掉男主好了 他双脚开始有节奏的跳动 随后就冲了出去 他的心里面震撼极了 因为这个威力 跟之前遇到过的牛头怪一模一样 甚至隐隐有压过一头的趋势 而蒙面男也很蒙蔽 因为手里面的两把武器全都碎掉了 可下一秒又从背后掏出了新的两把 公主在旁边人都看待了 两个人打起来的余威就已经让人无法靠近了 女骑士赶紧打开了光之盾 将公主护在身后 她已经认出了蒙面男的身份 曾经的S级冒险家 如今外号死人的杀手杂渡 之前还在亡国的时候 她就曾经因为杂渡所犯下的案件 找到过六圣 在查看卷宗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案件明明写着讨伐对象已死亡 可是却还归类在进行的案件中 顿圣让她不要去理会这个案件 而枪圣更是表示 这个杂渡年纪轻轻就成为了S级冒险者 然后便成为了同等级的讨伐对象 女骑士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类的S级讨伐对象 吉尔伯特当即就来了兴趣 想去挥挥这个杂渡 但是六圣却让她最好别去招惹那个男人 见女骑士和吉尔伯特很好奇的样子 发生缓缓说出了关于她的故事 原来杂渡年轻的时候 就将古老的矮人炼金术钻研到了极致 然后13岁获得了屠龙者的外号 后来她的实力得到肯定后 甚至传到了其他国家 开头很像是英雄的故事 但是后来那家伙的天赋跟用途 全部没有用在正义上 就跟卷宗上所写的 她将贸易商一家36人全部残忍杀害 不仅如此 工会那边也剥夺了她冒险者的身份 但是因为她的强大实力 所以对杂渡的抓捕就不了了之了 而且杂渡不管什么委托都解 只要有利可图 就什么都能干 而且罪恶名昭著的罪行 是摧毁了整个国家 这件事想起来就让女骑士感到心惊 因为杂渡按照委托人的要求 独自消灭了整个国家的军队 并把王室成员全部当机处死 那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杂渡这个人根本没有善恶的观念 本来因为杂渡的高额悬赏 很多冒险者都尝试过挑战她 可是增加的只有冒险者的数量 所以工会为了避免多余的伤亡 对外谎称杂渡已经讨伐成功了 此时杂渡跟男主的战斗已经愈发白热化 她手中的藏品也基本都在刚刚的战斗中被摧毁了 男主还傻乎乎的跟她道歉 表示这都是因为她先攻击才惹的祸 然而杂渡的重点并不在这里 她已经感觉出来男主有点不太对劲了 因为这些武器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打碎的 或者说 她已经看出了男主手中的武器有多不简单 但是这可难不倒杂渡 本来她今天想剪简单单早下班的 现在看来不能那么做了 她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十字刀 这就是杂渡的杀手锏 曾经凭借这个 消灭了一整支军队 她现在可不怕男主弄坏武器了 反正武器多得要命 男主顿时陷入了苦战 虽然练习了十几年的招架 可对方的武器数量太多了 她直接用肉体将洛洛护在了怀里 背上跟手臂全部都被武器刺伤 再这样下去男主迟早会失败 女骑士看见战局如此不稳 起了上去帮忙的心思 可是自己如今的任务 是保护好公主才对 就在她询问公主意见的时候 新一批的进攻已经朝着男主袭来 男主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而且在防御的时候 这些光之盾还能够发起进攻 只不过闸肚的速度太快了 光之盾根本没办法碰到分毫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战局不会有任何改变 她让男主负责进攻 自己则专注防御 看着天空中飞舞的刀刃 男主想起了小时候打鸟的练习 随后地上的黑死龙牙齿 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个就是最好的飞镖武器 她让女骑士打开自己面前的盾牌 然后发动了强化 因为地上有一堆黑死龙的牙齿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弹药用完 就在男主即将全部击落的时候 闸肚再次发动了偷袭 距离女骑士的眼睛 只有0.1毫米的时候 男主再次下意识发动了招架 闸肚的武器再次应声断裂 现在她算是真的无语了 为什么又能接下来这一招 要知道她的武器 可是用最坚硬的矿石制作的 她又一次发动了袭击 发现果然是男主武器的问题 或者说是主人和武器都有问题 她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男主能够一次又一次 接下自己的攻击 见这块骨头这么难看 闸肚也不打算继续下去了 只不过在收工之前 她告诉男主他们 在王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庆典 具体的情况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 绝对很令人难忘 在闸肚转身离开的时候 男主还特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虽然闸肚见过的怪人很多 可是跟男主一样的 自己还是第一次见 本以为闸肚这次是真的准备离开了 可没想到菱形之计 竟然又发动了袭击 毫无意外 又一次被男主挡了下来 只不过这一次的攻击很显然 只是一种调戏 伴随着一阵黑雾 闸肚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男主将闸肚说的话 告诉了公主 因为不知道王都到底会发生什么 所以公主十分在意 男主建议不然就回去一趟 可洛洛却突然惶恐不安起来 让他们不要回去 因为她知道王都即将会发生什么 在她出来之前 她曾经听到过那些人的谈话 会有一只最大最恐怖的魔物 降临王都 到时候整个王都都会毁于一旦 看她那害怕的样子 公主知道事情绝对不会假 于是当即下令返回王都 然而女骑士还是想要遵守王子的命令 殊不知公主已经猜到了兄长的想法 但是就算只有自己逃走了 又有什么意义 毕竟失去故乡的魔族到后来有什么遭遇 女骑士也应该知道的清清楚楚 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故乡 到时候她的命运也会跟洛洛无异 见公主都这么说了 女骑士也没办法再倔强下去了 而洛洛也决定跟他们一起前往王都 毕竟做出这件事的人 肯定是自己的伙伴 公主看着男主那深情的眼神 还以为她在为了洛洛着想 但其实 在回城的路上 公主下定决心 毕竟要将犹如英雄一般的男主 护送到王都 有了他的加入 王都一定可以度过这次灾难 与此同时 王都乖乖结束了跟魔物的战斗 因为有六胜的努力 所以敌人的进攻大多数都被抵挡下来了 而隐蔽兵团此时正在努力寻找夺起来的敌人 只不过暂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然而王子相信对方的袭击肯定还会继续 此时王都的主要战斗力已经被分散开了 是最好的进攻时候 他思考着敌人会从哪里进攻 突然发现天空中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蓝色的天空中有一部分彩色的魔法屏障 他当即使出了解除魔法 可当屏障破碎以后 因为公主已经决定回到王国 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传说有个名为屠龙者的英雄 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恶龙 并且砍下了他的头颅 把恶龙的身体各个部位 制作成了宝贝送给了世界 被人们奉为英雄 因为那个故事 小时候的男主就开始向往成为屠龙者 可是恶龙几百年难见一次 而且每一条恶龙的力量都极其恐怖 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 可他突然发现 王国那个方向有什么东西 公主他们仔细一看 才发现 竟然是一头灾恶魔龙 翱翔在王国的上空 此时王国内部 灾恶魔龙那遮天蔽日般的身躯 笼罩在所有人的面前 王子都惊呆了 他无法理解王国到底有多丧心病狂 竟然会把这个级别的魔物 放到对人类的战争之中 要知道上一次灾恶魔龄沉眠 至今也才150年 现在应该还在休眠期才对 这就代表是王国的人把他唤醒了 他的起床气还中得很 还没有发起进攻 仅仅是朝着天空发出一声嘶吼 身后的尾巴就摧毁了大量的建筑 剑撞王子当即下令让士兵开始疏散人群 把所有人都带出王国 而六圣此时根本赶不回来救援 因为魔物们的进攻再一次来袭 他们被魔物们所纠缠 无法脱身 可以说王国已经到了灭亡的时机了 而国王却不愿意逃跑 他站在王国的窗口 看着那头可怕的灾恶魔龙 心中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与此同时 女骑士拿着望远镜看着王国里惨烈的景象 心中生出一种无力的感觉 如果灾恶魔龙发起进攻的话 那么周围的城镇全都难逃一劫 公主知道 自己的父亲肯定不会逃跑的 他会跟国家共存亡 可是就算国王再厉害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巨龙了 没想到有这么大 果然是稀有生物 公主现在也无力吐槽了 明明刚刚被他干死的黑死龙 也算是龙的一种吧 在得知国王跟王子都还在王兜里面 男主觉得应该勉强赶得过去 只要用上次消灭哥布林皇帝时的技能 用风爆破再给男主来一次飞的感觉 只不过那样做的话 一定会伴随着巨大的冲击 公主担心男主会遇到危险 可是男主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国王和王子都帮了他很多 手上的这把巨剑都是他们送的 他总得为大家做点什么 如果只是要带着他们逃跑 说不定自己还是有办法的 见男主这么自信 公主顿时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羞愧 自己作为一国的公主 竟然在这边怨声哀悼 男主都想着第一时间过去帮忙 自己却在这里害怕 根本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 虽然说风爆破不是对人类使用的招式 可是在公主的眼里 男主早就已经不是人了 这实力根本就超出了常识 如果是对他使用 那就没有犹豫的必要了 他眼神逐渐变得凝重 男主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迎接 多么恐怖的暴风波 而在王宫里的国王 已经如公主所想的那样 决定跟王国共存亡 他想起了之前跟皇国谈判的时候 对方皇帝那嚣张的样子 他们为了一个不归迷宫 为了所谓的力量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跟他的理念完全不一样 此时的在恶魔龙双脚缓缓降落在大地上 然后朝着王宫逼近 国王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他在谈判的时候 没有判断好敌人的想法 这才造成如今的局面 到了这个危急时刻 他的心里面所想的 却是儿时的公主 那时候的公主是那般的可爱 小脸蛋露出的笑容 简直能够融化任何人的心 可是从今天过后 恐怕是再也看不见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自己 都这个时候了 却还在想着女儿 果然是不配做一国之君啊 但是就算不具有国王的资格 他也不能退后一步 为了那些追随自己 这个愚昧之王的国民 他就算死 也得想办法砍下魔龙的一只眼睛 就在国王跟魔龙的大战 一触即发的时候 男主跟公主他们已经开始了准备 女骑士使用盾牌 制作了一个圆柱形的炮弹口 然后让男主将武器放在背上 站在炮弹口的前面 随后公主来到女骑士的身旁 给弹道叠加了好几层buff 这个颜色 这个感觉 男主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 跟上次好像不一样吧 然而公主已经不管男主的死活了 她觉得自己的权力 男主肯定能够抵挡得住 伴随着六种音场 至今为止最恐怖的风暴破出现了 还没有两秒半 男主就消失在了原地 旁边的洛洛都看傻了 而国王看着自己面前 这个巨大的龙头 满脸的紧张 可没想到魔龙竟然不讲武德 口中开始凝聚一颗 巨大的紫色能量球 开场就放大招 这是在百年前 将这个大陆化为灰烬的龙之吐戏 所有人都麻木地看着这一幕 根本不可能有人可以挡得住这一招 而国王也释怀了 看来这是让自己连还手的机会都不给了 他直接将长剑插入地上 然后拔出了一把亮着金色闪光的小刀 这是国王的最后一击 爆碎魔剑 将所有的魔力注入里面 充满觉悟的最后一击 大家都知道国王想要干什么 可是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就在龙之吐戏发动那一刻 意外却发生了 男主的身影宛若神明一般划过天际 直接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 男主的招架 居然硬生生将龙之吐戏给劈飞了 魔龙更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冲击力 重重摔在地上 他一脸猛逼 为什么自己会倒下 作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怎么会被男主这个小东西给妨碍 这不符合世界弱肉强食的真理 竟然违背这个真理 简直不可饶恕 他彻底生气了 尾巴朝着男主重重劈开 可却被男主一个招架 再次打飞出去 战斗没有站稳 然而男主其实还没有缓过神 因为刚刚伴随着公主的风暴破 他就像个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在半路上的时候 感觉都看见自己的太奶了 好不容易用强化站稳 可没想到根本停不下来 瞬间就到了城墙 然后一跃而起 跟飞起来了一样 在飞越城墙的时候 刚好看见了魔龙发动龙之吐息的一幕 而他好死不死 竟然直接朝着人家嘴巴里面飞去 眼看自己就要被轰成渣渣了 他下意识一个招架 造就了刚刚的名场面 他现在觉得公主的实力 比这条魔龙可怕多了 虽然魔龙的体型很恐怖 可是攻击竟然这么轻易 就被自己挡下来了 看来这条龙也没这么强 这个想法要是被魔龙知道 他怕是会被气吐血 就在男主跟魔龙战斗的时候 公主三人快马加鞭赶往王宫 准备把国王给带走 可是在半路的时候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差点把三人砸成了渣渣 虽然平安无事 可是他们现在也没办法前进了 因为在不远处 一群可怕的哥布林皇帝出现了 跟之前交手过的体型要小 但是他们的数量多 公主本来还有点紧张 但是一想到男主都在跟魔龙干架 他还怕得急冒 拿起魔法杖就准备跟他们拼命 无非就是一群哥布林罢了 见那些哥布林皇帝朝着自己冲来 他赶紧发动魔法 可没想到攻击统统被挡下来 这时洛洛对他们下达了指令 没想到这群哥布林皇帝就停止了进攻 剑撞公主立刻用魔法 将他们变成了冰雕 然后女骑士把盾牌化作长剑 一招砍碎了这些哥布林皇帝 原来他不仅有神盾的称号 更是被称之为神剑 但说到最大的攻城 还得失落落 就在三人顺利解决哥布林皇帝的同时 那头魔龙已经彻底发飙了 连续两次进攻被男主挡下 他开始了疯狂进攻 可是全都被挡下 而且他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那么坚硬的灵铁 会被男主的武器给划伤 他觉得是自己低估了男主的实力 既然肉搏不行 那就用大招吧 他再一次飞到了半空中 开启了大招 伴随着光芒笼罩大帝 男主又一次把魔龙的进攻给反弹到了天上 魔龙彻底愤怒了 他仰天长笑 而洛洛听出了他嘶吼声中的意思 因为他觉得男主是个很强大的敌人 可没想到这一场对战下来 男主似乎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压根就是降维打击 就连国王都看出来了 要知道龙可是骄傲的生物 对自己的强大深信不疑 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就像是对男主撒破 他的头颅缓缓低下 跟男主持平 内心里面更是觉得真正的弱者是自己才对 但是那份骄傲 却促使他又一次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 男主直接一招 砍下了魔龙的一个指甲盖 这下子魔龙彻底老实了 等公主他们赶到的时候 他匍匐在男主面前 眼神都变得纯粹起来了 而在王国四周的那些人 看见男主将魔龙给打败 都弄住了 将魔龙给打赢后 男主才从战斗中反应过来 看着地上的龙指甲 想起了父亲跟自己说的话 可是看着眼前这头魔龙清澈的眼神 他终究还是下不去手 看样子自己真不是当英雄的料 而公主他们在确定魔龙没有战役以后 则迅速跑向了男主 男主凭借自己过硬的实力 直接把灾恶魔龙给打服了 面对已经失去敌意的灾恶魔龙 他实在不忍心下手将他杀死 恰好这时候公主三人匆匆赶到 当看见洛洛 男主的脑子又开始自行脑补了 认为多亏了他才制服了灾恶魔龙 丝毫没有自己立下大功的觉悟 这话让洛洛差点吓死了 自己可啥也没干了 见他百般推脱 男主突然想起之前洛洛说过 有人讨厌甚至害怕自己的能力 还以为他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能力 才故意藏桌 这么一想男主也就释怀了 还露出一副我都懂的样子 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还是想让洛洛出手 帮忙让灾恶魔龙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 见男主居然这么圣母心 女骑士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但是男主也明白 把这么可怕的一条魔龙放回去 无异于放虎归山 但是他就是没办法下手 他也知道这是一个任性的要求 所以希望他们想想办法 公主在沉思片刻以后 还是答应了男主的要求 毕竟怪也是男主打的 自己老实的要求肯定没毛病 于是他也询问洛洛有没有什么办法 洛洛顿时压力山大 自己操控一头黑死龙就差点挂了 这么大的一头灾恶魔龙 实在是太高看自己了 男主偷偷凑到他耳边 鼓励他试试看 见男主都这么说了 洛洛来到魔龙的面前 用自己的心灵感应跟他展开了沟通 而魔龙的一句话直接把几人惊呆了 男主还以为洛洛竟然这么厉害 直接把魔龙给收服了 女骑士和公主则在震惊男主的强大 见状男主让洛洛拜托魔龙回家 顺便告诉他不要再伤害人类了 这种小小要求对于魔龙来说不知一体 他抬起巨大的头颅 答应了男主的要求 伴随着遮天蔽玉的身体飞向空中 他怒吼一声然后离开了王国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了 就在魔龙离开的那一刹呢 直接命中灾厄魔龙 把他从空中击落 而这一切正是挑起这场战争的敌国皇帝所为 原来灾厄魔龙并不是他的杀手锏 只不过是他放出来的一个诱饵 目的就是将王国搞得一团乱 但是没有把王国给彻底一为平地 是他没有想到的 此时皇帝还不知道 在王国里面还有一个超级外挂在等待着他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 伴随着他的一声令响 一支超级庞大的大军通过传送 抵达了目的地 在开始进攻之前 他就已经跟大臣们商量好了一切 灾厄魔龙就是他们花费了高额费用让魔族唤醒的 并且在灾厄魔龙出发的时候 大臣就已经给全体的士兵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 不仅如此 甚至还有三台移动型防御盾牌 以及四台超高功率的光波炮台 就在皇帝为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沾沾自喜的时候 将军却突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这次的作战 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希望皇帝三思 然而皇帝非但没有听进去 反而一脚踹在了将军的脸上 现如今他们国家的技术已经逐渐迈向极致 正是向全世界展现实力的最好时候 这一次发动战争 他不仅仅是为了将王国一举拿下 更是为了让历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时候后人都会觉得 是因为国王他们的管理不当 所以让迷宫里的魔物出现 导致整个国家迈向灭亡 而他们则是救世主 就所有人与水深火热之中 这就是弱肉强食 此时男主跟洛洛他们 已经来到了不远处的山峰 看见了重伤的灾恶魔龙 公主也发现了远处的皇国大军 殊不知他们也被皇帝给发现了 响彻全世界的女骑士在这里 就连公主也在这 正是一网打尽的好时候 他还天真的以为 是女骑士阻止了灾恶魔龙 但是就算是这么强大的人 也不可能挡下自己的魔导炮弹 随着他发布命令 魔导炮弹已经准备就绪 伴随着极其强大的能量汇聚 一发超级恐怖的炮弹 朝着公主袭去 就在皇帝以为 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了 只见炮弹即将命中公主他们的时候 男主守持重剑招架在了几人面前 直接将炮弹反弹到了天空之中 然而大帝还是受到了波及 皇帝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没有把几人干掉 地旁的士兵猜测 可能是魔力浓缩的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男主也还没有 从刚刚的攻击中反应过来 公主猜到这是魔导皇国 真正的计划 看他们这人数 起码已经超过了上万人 虽然说王国里面有大军存在 可是人数根本无法跟他们相比 女骑士认为 应该快点逃跑 公主也是一样的意见 觉得要先去找兄长会合 他询问男主应该怎么做 而男主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 认为现在也只有一个选项了 那就是逃跑 只不过那两个字他没有说出口 这也导致公主产生了误会 以为男主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打败敌人 当看见了笑容 男主顿时感觉不妙 认为他应该是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刚准备解释 敌人的攻击再次袭来 女骑士赶紧召唤出盾牌挡在面前 然而敌人的炮火攻势过于猛烈 皇帝此时也已经不耐烦了 下令快点将他们解决 随后退到了大军后方 男主见这样子根本没办法离开 脑海中也有了决策 那就是自己留下来吸引敌人的注意 让公主他们先跑 虽然说自己不擅长战斗 但是要说到逃跑还是数一数二的 还记得小时候 他就经常因为去采摘蜂蜜 所以被蜜蜂追得到处跑 从那个时候 他就练就了一身的逃跑技能 就算是这么多的大军 在他看来只要想逃跑 那就是轻轻松松的 但公主还是误会了男主的意思 还以为他准备前往敌人的大军了 于是走到他身后 准备使用风暴破 他还特地表示这次会放水 减少一点威力 男主都傻了 他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拼命进攻的打算 但是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敌人的魔导炮弹又要来了 公主根本不等男主继续讲话 直接祝他好运 男主见自己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 只能赶紧强化自己的身体 伴随着男主一飞冲天 敌人的炮弹也在空中朝着他飞来 面对这些炮弹 男主只不过是轻轻挥舞了一下巨箭 就将面前的攻击全部弹开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所以现在也只能够战斗了 他举着巨箭朝着敌人的大炮冲去 男主现在就一个想法 那就是不停奔跑 不停挥舞自己的武器 在他的进攻下 所有士兵的武器和盾牌统统都飞上了天空 皇帝看着这一幕人都傻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男主就手持巨箭从天而降 等皇帝反应过来 男主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可是才缓过来两秒半的时间 他就消失在了皇帝的面前 紧接着那些飞上天空的武器 就像雨水一样落下 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不仅如此 甚至就连他们所使用的防御盾牌 都飞向了天空 就在皇帝愣神之际 男主开着急跑就冲了过去 掀起的大风 直接把皇帝给掀翻在地 可还没有等皇帝站起来 男主就又一次消失了 紧接着更恐怖的一幕再次出现了 无数的武器以及盾牌 甚至就连魔导大炮都飞起来了 做完这一切 男主这才停了下来 站在皇帝的身后 这时候皇帝终于有反应的时间了 他也记起来 男主刚刚还站在公主的旁边 这么远的距离 竟然能够这么快就过来 甚至轻轻松松打败自己的大军 然后来到自己面前 而且男主的目光明显就是看向自己的 那么就代表他知道自己是皇帝 也就是说他想要对自己动手 恐怖的画面浮现在皇帝的脑海 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挂掉了 但是下一秒他又开始给自己打气 毕竟他身上穿的台甲可是最坚硬的 甚至还有皇国最厉害的宝剑 他手持武器面对着男主 但是双腿不停在打战 可没想到男主非但没进攻 反而又开着急跑离开了 皇帝还以为他是吓跑的 谁知道下一秒 四台魔导大炮直接从天而降 插入大地 皇帝彻底猛逼了 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地布局 现在全都毁了 看着男主又来到自己面前 他询问男主到底是谁 可男主没有讲话 反而是将巨剑插入了大地 看着巨剑皇帝又又又震惊了 因为这把武器 就是他最渴望得到的迷宫遗物之一 现如今居然在男主的手上 而且这把巨剑的重量 就算是国王那样的怪物 都需要双手拿起 这就代表男主是比他还要强大的家伙 所以才能够一己之力干翻整个大军 他开始自己脑补 认为男主不干掉自己 就是为了羞辱自己 将王国所做的一切偿还在自己身上 只是这么一脑补 他就直接吓尿了 亮亮呛呛站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骑上马 然后头也不回地逃跑 仿佛背后是一尊极其恐怖的魔王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以一敌百战斗到极限的时候 他曾经的六位老师终于来救他了 而这熟悉的招式 还没等他想起来是谁 他的身后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原来就在两分半前 男主为了给灵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独自冲到最前面充当诱饵 由于他担心对方一旦接到武器 就会捡起武器杀过来 又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的武器 全部招架到半空中 正当他疑惑敌军里 怎么有个穿着显眼的老头时 来不及思考的男主 直接一顿横冲直撞 将敌军打得七零八落 他看着这个身穿黄金铠甲的老人 不明白这个老人怎么会在这里 但还没等他想清楚 他又冲了过去 把敌人的武器全部招架 但这样几个来回 男主已经精疲力尽 听到老头喊了他一声 他便静止走向了对方 这可把这个老头给吓坏了 但又觉得老头没什么战斗力 又一次去把其他敌人的武器招架了 在他看来现在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招架起来 就能保证灵他们的安全 而老头看到他再次回来 十分不解他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而是反复在这里招架一切 男主本打算好好跟老头聊一下 不料他话还没说出口 对方就被他吓跑了 而这时他也彻底精疲力尽 瞬间跪了下来 就连用治疗恢复都没办法 而旁边的士兵步步紧逼 就在男主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的时候 他终于等来了救兵 只见剑雨如下 周围的士兵瞬间被击败 原来是他的老师们来了 而眼前这个男人乃是王国第一剑圣 也是男主曾经的老师之一 当剑圣第一眼看到男主的时候 还没有认出男主是谁 误以为是何方神圣出手帮忙 特地上前表达了一番谢意 随后便华丽转身 仅仅是一剑挥舞下去 就瞬间清理完一大波兵线 而男主永远也忘不了 这便是他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的剑道 但他不知道的是 如今他的招架技能是远超剑圣的存在 而这时玉胜看着战场惨死的小兵 不禁感慨剑圣实在太过粗暴 但法圣却认为 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军队 死伤肯定是难免的 但玉胜心里想的是 怎么活捉这些士兵回去拷问 毕竟断一两只手脚这种事情 只要他施展治疗 要再生多少次都没问题 听到这话的法圣顿时面色凝重 随后他起手一个高阶魔法 召唤出大量的魔导师 一起释放控制魔法 瞬间将所有的士兵都控制住 然后顿圣紧随其后 带着士兵勇往直前 看到这一幕的顿圣 则是充满兴奋 因为即使他活到这个年纪 也会被战斗的热血所吸引 下一秒 他就蓄力准备终结战斗 这是男主注意到 与之一起来的这些高手 都是他的启蒙老师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这些教官们 这让男主倍感欣慰 但他现在也到达了身体极限 在灵的治疗之后 他也终于恢复了许多 灵本想让他再多休息一下 但男主却生龙活虎表示没事 这时敌军将领 在经历了遇生的严刑逼问后 也全部招供了 这里已经没有其他的士兵 潜藏服于此了 但似乎并没有看到皇帝在哪里 而这时男主听到了 他们在讨论什么老人 这才想起来 自己刚刚见到 另一个身穿金色铠甲的老头 那个老头不仅一身贵族气息 就连坐的马都金光闪闪 法圣猜测 那应该是王类金属打造的极品装备 也就是说那个人就是魔导王皇帝 但法圣却停止了追击的想法 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皇帝怕是已经逃到边境线之外 要追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大家都能掌握飞魔 闻言男主顿时心生一计 于是他将众人带到了 被击落的魔龙那边 原来他想让洛洛控制魔龙 还没死得彻底 见证玉胜不必激动 他还从未治愈过如此巨大的龙 在他的治疗下 绿色的光芒瞬间 照耀魔龙全身 原本严重的伤势逐渐开始恢复 同时玉胜也认出了男主的身份 这让法圣大吃一惊 他完全没注意到 这是他的小徒弟诺鲁 久违的见面 让他们对过去都充满了怀念 但这时候法圣却很担心 乘坐在魔龙身上是否安全 而男主则是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有洛洛在 就可以和魔龙的内心进行沟通 但等法圣看向洛洛时 他却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这让法圣顿时眼前一黑 下一秒 魔龙突然恢复了意识 洛洛从魔龙的身上感到无比愤怒 他想要向魔导王皇帝复仇 还说希望有人能对他下达命令 法圣听后一脸震惊 没想到洛洛竟然能将魔龙驯服到这种地步 还没等洛洛解释 男主就打断了他 将一切功劳都推到洛洛身上 殊不知魔龙真正的屈服的是男主 这时灵也主动走了上来 想要参与这次的作战 而伊尼斯作为护卫自然也要一同跟随 可当男主被问到是否一起跟过去时 这才想起来一个致命问题 那就是他从小就恐高 一想到要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他就忍不住想吐 但他作为提议的人 如果没有一同前往 未免也太说不过去 只能硬着头皮跟随他们前去 为了考虑到照顾患者的问题 玉胜也主动请求一同前往 而道圣也悄然出现 男主的前行技能就是师从道圣 既然要骑着魔龙去追击 那自然就需要隐蔽技能干扰敌人的视线 于是他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 而法圣则是因设下结界魔法的问题 留下来管理战场剩余的残余势力 这时国王也走了过来 他让白毛王子跟去负责战斗的谈判 伊尼斯见到王子连忙跪下 他对自己的抗命表示十分的抱歉 甘愿受到任何惩罚 但王子却并未责怪他的意思 反而感谢他们有回来 临走前国王吩咐王子 要是他们抓到了敌国皇帝 怎么处置都交给王子做定夺 并向男主表达了委托之情 让男主务必要照顾了大家 于是众人在做好决定后 骑上魔龙的身躯飞往帝国 而剑圣师父这时也认出了男主 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的那个少年 如今已经变得这么强大 对此剑圣充满了悔恨 后悔当初没有把男主留下来培养 只不过那时候的男主 就已经展现出了无敌的天赋 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男主 随后众人乘坐和魔龙 来到了边境 但飞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敌国皇帝的身影 对方的速度远超他们的想象 如果敌国皇帝已经抵达黄兜 那他们就不得不折返回去了 因为只要越过那座铁桥 就正式进入了皇国支配的领域 这时灵突然发现了 而等他们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那就是逃之夭夭的敌国皇帝 他貌似用了什么魔法强化的速度 即使他们现在想要追上去 也只能越过边境线 但黄兜的防御线则是非常强大 一旦真的越过线 怕是就没法全身而退了 而他们现在虽然已经隐蔽了身影 但一旦被对方知晓了他们的存在 隐蔽效果就会大幅度降低 但不追上去的话 到时候敌人不知道 又会利用什么强大的魔导道具 强化战力来反击他们 现在的他们绝对不能放虎归山 就在所有人陷入纠结的时候 一旁的护卫突然开口 他请求两位大人 对要塞发起歼灭的许可 若他们回去的时候 也会经过这里的话 那不如趁现在就将他们彻底歼灭 才是明智之举 见伊尼斯眼神坚定 白毛王子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让他放手一搏 随后又是几发连斩 将这里的要塞尽数击溃 这样一来他们回去的时候 就能放心返回了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 但现在魔龙身上在着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着超乎场里的力量 可以说是最强存在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还有男主这样强大的高手在身边 即便是追到敌国的黄兜去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殊不知男主这回 早就因为孔高下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的决定 他们是谁 我们想知道 我们想知道